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這個是還沒有形成新聞 這個人叫中國學者李毅 其實李毅受的 這個教育的程度不低 很高 他是西北大學文學學士 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生 美國米蘇里大學社會學碩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社會學博士 然後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員 湖州大學臺原所的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學家 所以他對台灣了不了解 了解 其實很了解的 因為他是湖州大學臺原所所長 好 現在我們要來看 等一下我們會聽他講 我們先這個看他講的 我把它翻譯成文字 他評論國民黨 他說總的來講民進黨的人 他們更加透明一些 更加善良一些 就是說民進黨這些人 比較真善美一些 國民黨的人比較假惡醜一些 我們說民進黨跟國民黨比 除了民進黨要台獨 這是很壞的以外 什麼都比國民黨強 國民黨的人跟民進黨的相比 他除了不公開喊著要台獨以外 什麼都比民進黨的人壞 因為就貪官來講 民進黨貪官再多也不到國民黨的十分之一 國民黨貪官再少也是民進黨的十倍 有趣了 共產黨才有代表性的人 為什麼看國民黨這麼貪 是民進黨的十倍 我要講 這位李毅這位學者 他是他的怎麼在台灣層民的你知道嗎 就是中國打台灣要死1.4億人 他說小菜一碟 被罵爆了 那這次他為什麼轉這麼 他骨子裡還是要武統的 為什麼說他骨子裡還是要武統 他剛剛講 如果統一了台灣 他講核統 要多用國民黨的軍警特 為什麼 因為核統這些人還在 那如果武統 這件事優先被消滅的 如果中國要武統台灣 軍警特就消滅了 對 那他為什麼講民進黨 可能是比較真善美 國民黨比較假惡丑 我就講假惡丑這方面 第一點 他有個關鍵字 國民黨這些人 除了明的不講台獨之外 什麼叫明的不講台獨 心裡面他不想跟你統一啊 國民黨的人嘴巴說 我們要統一 我們有什麼國統綱領 心裡面沒有個想跟你統一 因為一統一什麼都沒了 他拿這個政權幹什麼 他何必要政黨輪替 贏了什麼都沒有了嘛 都變共產黨 所以他的心裡面是不想統一 對中國來講 不想統一就是毒 我在想說 國民黨去中國訪問的人 是不是都拿很多啊 不是拿很多 他們怎麼 他不是拿很多 是有很多優惠 你去中國做生有很多優惠 你可以用很優惠的方式租到土地 用到土地 甚至不用錢 然後可以在那個地方賺大錢 這是國民黨人過去 說為什麼要搞什麼中常委 中央委員 那個到中國 很好用 很好用 因為他認為你國民黨 是跟共產黨一樣大的黨 一個中常委 一個中央委員 不得了啊 他不知道國民黨在台灣 你這麼小 所以說假惡丑 什麼叫丑 八年沒執政 如果讓國民黨再回去執政 後有一說 民進黨是因為貪污 可惡 無二不赦 所以要把它下降 我來講一講 剛才講那個光電什麼 沒有證據 我來從近往遠推 李超新哪個黨的 南投 國民黨 判四百年 賴素如 對不起 四百五十年 我還幫他減了五十年 賴素如 也是前面國民黨的市議員 雙子兵新弊案被收押的 林毅市 該不會是民進黨的吧 貪污 黃漢 黃清漢 楊文青 施志明 林淵熙 林靜春 都是超過千萬以上貪污的 那你還要再往前更多了 還有國民黨的各個的什麼 五折員 那已經過世了 何志輝 還跑到中國去 貪污 從台灣逃到中國去 所以中國的學者 怎麼會不知道 國民黨貪污 這些人 跑到中國去 何志輝 他為什麼要跑 在台灣會被辦嘛 跑到中國去嘛 所以中國心想 你這小子 在台灣混不下去 才到中國來 為了統戰 我吞 可是現在 民進黨即將做一件事情 要讓對岸知道 台灣的人民 不是你統戰 或者是你用介入選舉 可以改變的 我覺得 李毅這件事情 證明了一件事 他們慢慢開始知道 台灣是不那麼好控制 所以與其跟民進黨交惡 我還不如跟你好好的看未來怎麼談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有實力才能談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還是一樣李毅 李毅呢 這個中國的學者 他怎麼看賴清德跟蕭美琴 我們先看文字 他說 中國就想統戰 把賴清德請到中國來吃喝玩樂 上海市政府還有復旦大學 熱情接待賴清德 在復旦大學給他找了個大禮堂 給他找了一兩千個學生 讓他做報告 他上來就說 台灣人民有權台獨 台獨天經地義 當場把那個上海市政府 復旦大學的領導 搞得是無比尷尬 不知道要說什麼 不敢說對 也不敢說不對 前提學生也覺得很震驚 所以賴清德這傢伙 是英雄好漢 李毅這麼看賴清德 然後他又評論了蕭美琴 他說蕭美琴到了美國以後 大陸就占下風了 坦率地講 我們這個蕭美琴 他講我們這個蕭美琴 到美國以後 後來這幾任中國駐美大使 都不過蕭美琴 蕭美琴是這個統一 原生提不住 台獨已過萬重山 把台獨工作在美國搞得是 風生水起 有聲有色 突飛猛進 成就卓著 而我們美國的反台獨工作 跟統一工作 那可以說是 在我們這幾任的駐美大使 領導下 是節節敗退 幾乎崩盤 那真是慘不忍睹 蕭美琴是個漢將 是個幹將 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看 最新的民調 我覺得我在公開場合 呼籲李義兄 我真的對你的安全感到非常擔心 不要游游 小心心臟病 他只差沒說 我們駐美大使秦剛 在美國忙著生小孩 跟主播傅小田找在一起 然後我們蕭美琴在美國努力工作 他只沒說出這個 但我在想 他如果真的生命安全受影響 他是不是有可能想要來台灣 尋求政治庇護 如果他真的願意來 你可以算力的大功 我想我們也會盡量協助你 我想他政治不正確 可是他講的是事實 對 他有他的意識形態 或者中國現在經濟真的不好 李義兄在現在也混不太下去了 準備要落跑要走線 你怎麼感受 我是覺得一個共產黨的人 一個學者 對賴清德 其實我覺得共產黨是喬得起民進黨的 只是他鬥爭不得不講民進黨壞話 他在說賴清德跟蕭美琴 我也沒有感受到是對他們兩個真的是尊重 其實我比較感受到的是對賴清德跟蕭美琴 他主持人我沒感受到 他的心態是 夠憨 說你不聽我的 你還不夠我統一 搞什麼台獨 但是我能拿你沒辦法 他就認為說賴清德 好啦你這樣算英雄好漢 來到我中國我是邀請你來這裡吃香好辣 不然你也罰我阿公比較有民主 什麼你復旦大學一兩千 你跟他說什麼搞台獨是電競第一 像他一直到國外後 在做這個外交 他的想法就是認為說你看看 你整個蕭美琴走到美國了 害我整個美國的對美的一個工作 我這個反台獨跟和平統一 說我要統一台灣呢 節節敗退 他的形容叫做節節敗退 但是我倒是這樣認為 我聽他這樣說了 我稍微會撤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他敢敢這樣講 其實台灣現在 其實民進黨現在執政到現在 我們也沒有在主張台灣獨立 臺灣已經是一個主權主義的國家 現在的國民叫中華民國 是啊 所以說你蕭美琴起床 或是副總統在講也好 賴清德在講也好 也是一直在主張說兩岸真的互不隸屬 我們這個自由民主這個體制 阿公你來我們就沒有愛 就是說賴清德也好 蕭美琴也好 這像國際上傳達的都是一樣 我跟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你中國就是互不相隸屬 一個人一家台 生活方式全部都不一樣 你不用擔心了 所以透過這次選舉裡面 你看 你老共這個學者裡面 在看待蕭美琴 在看待賴清德的時候 他講英雄好漢 我倒不認為說是英雄好漢 他就是認為說 哎呦 那個顧台灣顧得很厭借 是